以波软特 结束以前的到农村去 然后从农村插队 很幸运 我们赶上七七级读大学 然后我又很幸运 在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被选派派到德国去公派读书 所以我认为我是比较幸运的 看起来那时候好像一路顺风 没有困境 但这个时候困境来了 我就担心如果我在25岁26岁死去 我一事无成 我这么幸运 我自己以为自己聪明 别人不知道 那我不麻烦了 所以我惶惶不可终认 这个是一个自己找的困境 怎么去解决的呢 我后来是把我的毕业论文 后来终于我把它写成了发表的文章 然后发表了以后 在我们当时德国的学校的图书馆里边 有一张卡片 当时不是电脑 它都是做完的文章书 都放一个图书卡 我的名字就在这个图书卡片里了 我就放心了 我说哈 这个时候如果我死去 那么已经有人知道我了 从此就不怕死了 我经常会想 哎呀我活到45岁不容易 今天到51了 我说哎呀活到51我赚了 所以我不怕了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说 还怕一事无成呢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 也经历了这么多 这个国家又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过程中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史无前例的上升变化 那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还应该做一点更多的事 这是我现在真实的这个困境 还希望再多做一点 再回到当年的这个理想里面去 我们现在做的是职业的事情 可能在职业方面呢 我们达到一些目标 但是真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理想还有差距 可能在每一个行业里边都要待上个两三年 你才能琢磨出门道 因为创业是要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技能 找创业我认为好 找创业你在这个里面摸的时候 你可以摸门道 摔打 知道自己的不足 时间长了以后终于就成功了 有的人创业三十四才成功 还有呢要确实去问自己的亲友 问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自己到底缺什么 你如果缺了东西 那么在创业中 你做商业的决策 可能是不会成功的 你做一个判断可能是不成功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是刚刚讲了 掌握了门道 但是你不会运用这个门道 你还是不行 怎么运用呢 所以你要组合 所以我们说创业单个成功的很少 一般这个创业的故事 我们只讲这个英雄 但是英雄的背后 其实是有两三个人的 对吧 有的是两三个人从一开始跟到最后 有的是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两三个人 然后他分别的去背叛这两三个人 对不对 不经常看到 说谁谁谁成名了 又把谁踢掉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他要有好朋友 跟他讨论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创业需要一个学习班 创业需要一个俱乐部 对吧 大家愿意真的分享 其实创业成功的里面 只有百分之一二 是吧 这个上市的是万分之一二 讲成功就是 创业没赔钱 对吧 然后小赚一点 这就算大成功了 最后卖掉或者上市 这就是很少的了 媒体铺天盖地 全是成功的故事 是吧 失败的故事没有人去写 很少去写 股市里边赚钱的是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赔钱的 因此呢 不要弃累 波折多一点 很正常 我想想我三十二岁 职业的方向还没定 中国正在发生一个 重大的这个转变 而且我们三十二岁的时候 中国的商业环境 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 远远没有现在好 是吧 说现在他的机会 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得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创业前面的这些经验 失败的教训 对他会有帮助 关键他自己要总结 所以他要好好的 有人来帮他总结 每折腾一次 把他变成财富 因为我们说 任何人都有价值 因为他都可以 从他身上总结 然后再出发 博士是个很专业的东西 就真正在这个 我们的生活职业 很多领域里边 用到博士的东西 是比较少的 我也读了博士 所以我还有资格 讲这个话 那么他如果回国来 我也同意 回国来 因为中国的机会 比国外多得多 应该回国来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 发生的情况 但是这个要求 他要忘掉他的博士 忘掉他的学位 要从一个 真正就觉得自己是 相当于国内的研究生毕业 我找工作 国外那个 是我修来的 忘掉自己的年龄 忘掉这个负担 我就没有这个压力了 很简单 就想到 我在国外这五年 是赚回来的 别把他当包袱 当包袱 你就麻烦了 这样你就回来以后 可以正常地去了解 国内的这个情况 然后虚心地去学习 但毕竟因为 你做过研究 你毕竟又比较 两个社会的 这样的一些经历 你的外语不错 那么你的 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努力的话 可能这一年 比别人快 对吧 相当于两年 这样的话 你三年以后 等于相当于六年 你赚回来三年 你还亏两年 没关系 对吧 已经赚回来三年了 要这么想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就心态也放松 也正常 只有打这个 对国内的不理解 不了解 这个缺陷 给他先补上 这样自己有信心 这样他还有个优势 就是说 当我补上 国内的这个 三年当六年用 补了六年以后 我毕竟还有 国外的那个经历 是吧 我毕竟还有一个学位 所以我可能 还有两三个选择 所以这样一看 其实他的前景 还是很好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 五年没有在外面 这个出事 赚了呀 活着回来的 应该高兴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 我母亲来了一句话 说外面车多 说你小心一点 但是呢 我活着回来了 我当时带了一箱子书出去的 我带了五箱书回来了 我带了两个女儿回来了 但我也不知道 怎么养这两个女儿 我当时读完博士回来以后 我要找着工作 我想当教授 后来我发现 当时中国大学的研究体系 很困难 我这个专业 经济学 也没有什么经费 这个也比较敏感 那么我还带了两个女儿回来 我那时候三十五岁了 所以我想做教授 做不了 这个是我一个困境 传到桥头自然职 这样我就 马上就转了这个职业 大家一定要相信 就如果你是正确的心态 什么意思 就你每次要把它positive 把它正面 把任何负面的东西 其实你都可以正面的去解释 然后你还轻松了 放松了 放松以后 你就面对外面的机会 一个你没有压力了 你后面的学习 能力就正常 发挥正常 不会失态 放松法 这种心理 按照我这个方法 你们肯定算 因为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会失态 然后机会来的时候 你很从容 这个从我的经历来看 我认为这招还是有效的 用什么来作为我们的终身信仰 我的经验是 把学习作为信仰 学习 对 就是把学习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任何困境 任何情况下 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的行为 如果你的行为 能够定位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学习的话 你就能找到出路 当然这个学习 不是讲那个死板的 那个书本的学习 对吧 看电影是学习 跟朋友谈话是学习 对吧 去访谈你的客户是学习 研究为什么别人成功 所以学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是一个 你兴趣更大一些 乐趣更高一些 学习作为信仰是 中国儒家文化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价值观 我们都说 为什么东亚这个文明 能够创造工业化 创造这个现代的这个经济 日本 台湾 新加坡 对吧 香港 中国大陆 现在 有一个研究 就说东亚是受儒家影响 所以呢 儒家有个传统 就重视教育 虽然贫富差别很大 但是穷人也要让孩子读书 改变自己 改变这个家庭 其实整个改变了社会 我们很快地学习 在工业化这块 赶上了这个西方国家 我们赶上他们了 这个是儒家的一个传统 看看孔子 孔子的一个最高的荣耀 是孔夫子 他的孔庙是学习的庙 这是我们儒家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但是很多人说儒家是伦理学说 不是宗教 我看了这个一个美国一个教授 写了一个世界上的十个宗教的这本书 当时还拍成这个片子 在全世界放 这个教授很有意思 他是在河南出生的 长大 他的父母是传教士 后来呢 他回到美国 有机会又去了印度 泰国 所以他对儒家 对佛教 对自己家里的基督教 都有很深的研究 那他说儒家是教 他把道家佛教都放进去了 儒家为什么是教呢 因为一个宗教是要有习惯的 他说这个儒家也有一些 不可理喻的习惯 比如说中国人这种学习观念 对吧 就是家族里的学习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祠堂吗 祠堂是我们的教堂 对不对 但是这个教堂不是公共的 这个教堂是一个 私有的 是家里的空间 家族的空间 但是这个家族是广义的 就说你只要信这个信 对吧 不是有钱没钱 你都可以来池堂里 特别是池堂边上 经常有一个私书 对吧 就是我们的学校 这个学校 就是家族提供给家里 那些没有钱的人 也可以来读书 包括周恩来 当年在阎城 他们家没钱了 是吧 后来这个野兽欺负 可是呢 家里读书 他还可以去读啊 才成就了我们有周恩来 所以这个是外国人看不明白的 所以中国人就是互相借钱 也要让孩子读书 对吧 都让后代读书 这个很奇怪 对外国人来讲 不可私欲 不可理喻 这就已经上升到宗教了 我认为学习是可以帮助你 解决任何问题 而且学习可以 让你能力增加 让你能够往顺境去靠 这个是太好的一个信仰 一定要有这个信仰 如果说还能有第二个信仰的话 就多做好事少做坏事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学习是靠自己成功 一心向善 做好事 那么用佛教的话讲是结善缘了 是吧 心理学讲 你有正面的力量出去了 这样呢 你可能能吸引到正面的力量 来帮助你 这两个信仰 我认为非常重要 如何在创业与家庭之间 做出选择 这个目标选择 会影响我们是不是遇到困境 这个很关键 所以目标定错了 真把自己搅到里面去了 就是创业是要付出牺牲的 在中国在国外都一样 创业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家人的牺牲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想家人比较安定 想多一点时间跟孩子 那就不要轻易创业 如果你创业是一种精力 练一把 那你就练个两年就上来 知道了 小公司是怎么做的 能不能平衡 我自己的体会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呢 有的时候要注意 不是时间多 就陪家里的人 陪孩子时间多 你就一定是真的得到他们的喜欢 或者就平衡了这关系了 而是这个质量很重要 所以我创业的时候 当时我孩子也很小 就是说我会给他带礼物 让他记住我 让他对我好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这样子就会惯孩子 对吧 就你不批评孩子 孩子就被你惯坏了 就会出问题 我看了一本书 叫一分钟妈妈 那本书里就教会我 就说你批评孩子了 然后你怎么去爱他 然后你怎么教他 这样呢 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你也可以建立一个 我们讲质量很高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技巧 可以帮助你 虽然创业 但是还在维持 跟家里的这个感情 但是总而言之 还是有牺牲的 只不过在这个牺牲里面 你可以减低 减少这个度 所以我跟我孩子讲 你不一定要像爸爸这样创业 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挣钱不是完全是靠创业 挣钱也包括把握 这个经济的周期性 经济永远是周期 对吧 中国经济也是震荡的 所以你就用你日常的收入 但是你很好地去理财 不要去炒那些短线的东西 而是选择一个低点 去分散你的筹码 不要去找那个理财基金 他们也不会做 也瞎搞 但是很多时候 看准一个方向 不冒险地做 而是持续地做 二三十年以后 最后取得的成绩 其实比那个跳跃性很高的 还要多 创业都想 哎呦 我今年创业 明年翻番 然后我的利润是五倍 怎么然后别人 我卖给别人 多少钱出手 全是这些故事 哪有这故事 巴菲特 就是每年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想想 我们到底是 是被这个创业的故事光环 和他们吹牛皮 所吸引 还是我真正地 踏踏实实地 想对家庭负责 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专业 你专业好好做 你不换老板 你一直做下去 做了十五年 二十年 你就是老板了 你就是那个二老板了 我参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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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老板了 我参加你 我不能听到自己的 但是现在能不能说 我参加你 你不是老板了 吗 我参加你 你不是老板了 为何你 我参加你 感谢观看